或是有聚名或是有廉珍 这个如果有廉珍的还包含 你的楼下可能就是宫庙 也有这样一个情形 小的时候 小时候 那你要小心 你们家还会长白蚂蚁 白蚂蚁 难怪最近一直养一直抓 是哦 那这个也就是说生活环境 不管你这栋大楼多么的新 你的旁边就有违章建筑 旧的很旧 破的很破 然后你怎么看这大楼在这边 它就是非常的突兀 那加上廉珍的话 那附近可能就是有宫 有庙 甚至于还会有一些坟地在那里 大概500公尺左右 会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如果你住在是阴暗潮湿的房子 那么你的田载宫 就会有天同跟太阴了 那阴暗就是你的光线不是很好 你白天可能都还要开电灯 那么潮湿就是房子很容易 就是你一定要开除湿基 在外面就是会住到漏水屋 那这个是先天田载宫的一个反应的状况 那如果说朋友们 你现在的大楼我告诉你们怎么看 你会住在什么样的房子 现在刚刚那个是 刚刚那个是出生的 出生 现在呢 那你们必须要找到你现在的年龄是在哪里 假设呢 笃琳他现在的年龄 好了 在这里好不好 在这里 好了 在这里 好 我们倒数第四个 一二三四 这个就是呢 他的这个大运的田载宫 这个大运的田载宫 是在商业区的 如果说他是在黑暗的太阳 就是这个地方是晚上的嘛 晚上的工位 那就会比较倾向于 对 倾向于行政区 所以商业区跟行政区是有具备的 有这个 那以竞存来讲的话 他现在的大运在哪里 这边还要我来说 好 你几个月 下午 在这里啦 一二三四 紫围 紫围 就是平树会很大 是阳区 紫围大坪树 阳区 要扔转不错 就是高楼 它有几个现象 不是高楼就是大坪树 在外面就是独栋的 那像 近程来讲 他现在已经捞过界 捞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他是独栋大坪树的 你的 你是说我们在宜兰看到那个 对 就会有这样的 他不见得会去住 但是他名下会有这样的一个 环境的房子 是 是 好 来 房市震荡 自住买盘升温 现在当然议价空间有了 就是说 要让大家就说 如果你是自住的话 真的甚至现在 你可以看到好的物件 你可以稍微有一点时间 让你去缓冲去考虑 不然以前其实要好的东西 早就抢光光了 可是我们这边问一下大选 现在真的是买方市场吗 哪些地区的房子 真的可以考虑 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它跟专业也没有关系 我们刚刚私底下来 跟静纯在聊对不对 现在买方的那种态度对不对 那种感觉 大家都会怕 其实我们看房市场 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说 大家都有一个心情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跌了 你心里头会有什么感觉 它现在小跌一瓶掉两万 它会一瓶跌五万 跌完五万之后 会不会一瓶跌八万 就小跌怕大跌 大跌怕崩盘 然后就不敢买了 你想有没有可能 我很多朋友 我们常常在外面这样走荡 然后说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 我说你去谈谈看 你说这是杀价对不对 杀价 我请问你现在人家 如果八十万一瓶对不对 你一进去 台北市大概随随便便就八十 对不对 你一进去五十万一瓶 OK 现场响起掌声 你敢不敢买 对不对 你晚上睡不着觉 你说这房子怎么可能 一瓶就卖我五十万 那我这个房子 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对不对 宜芳姐是不是又开始 就头会昏什么 宜芳姐之类 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问题 就是说房地产这么多年以来 一定是买贵卖贵 买便宜卖便宜 就这么简单 好东西它不可能打折的 你说打折也有限 那回过来说 今天如果这个人 他今天真正因为要跑路 你觉得你住的房子 运气会好吗 我们就讲那个感觉 所以今天我觉得自住 任何时间都可以买 你不管景气好景气不好 真正涨跌的部分 只是一个数字问题 就是你喜不喜欢 那才是重点 我们自己看房子也是这样子 今天讲实在很实在 跌一间口袋一百多万 拜 有空再联络嘛 对不对 那回来就看自己能力嘛 对不对 六十万 七十万 那你看未来的发展状况 我非常同意 刚刚老师讲的一些东西 就是每个人喜欢的状况不一样 地段跟环境 刚刚篤林一直讲 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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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地段好 环境好不好 不一定 对不对 我们讲地段包括什么东西 包括交通 什么生活机能 各方面都好 对不对 哪里地段最好 台北火车站 台北火车站是不是地段最好 当然地段嘛 对不对 你住那看看 真的发疯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要知道 你辛苦中买房子的顺序 你要的是环境 也许地段就必须要有一点牺牲 对不对 你要的是方便 也许你可能 你想想看 你如果住收购旁边 感觉多棒 一天有100万人在你家门口 有没有feu 有没有feu 好棒 很像 打枕都可以抢得到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买房子心态 自住心态 其实最怕的就是这种状况 就是你高的时候不敢追 低的时候不敢买 真的 就是这么简单 随时其实都可以买 我觉得独立刚才讲很好 所以你去看 一直不停地看 你喜欢这个环境 你就一直不停在这个环境里头找 总会找到你喜欢的 专家又再说了 不停地看不停地找 你不要看个一两间 你就想要决定 是是是 我们央行在打扛对不对 美国 美国的央行叫什么 联邦准备局 他鼓励你买房子 你不买是不是 我把长期率压低让你买 他最近不是做一个扭转招作吗 把长期的利率往下低 短期率往上拉高 让买房子 问一下解明 就是一直说房价会跌 但台湾房价 你自己在房价上有挣扎过吗 当然 说什么台湾的房价 是全世界排名前几高 第三高 他这个排得对吗 我这个先打个仗 对不起 我先讲一下 第一名 他每一季都会做一个调查 叫做一个全球房地指南 那个东西 我都有在看 国外做的调查 第一个 这一季最新的 第一名杜拜 第二名中国 第三名哪里 爱沙尼亚在哪里 爱沙东欧 等一下 波罗迪海三小国 有没有 你看国中第一都忘了 中国为什么还会排第二 第二 防下高 全世界的 第一名 那伦敦呢 伦敦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 是喔 对 我要讲前五名 第一名就是杜拜 然后中国 爱沙尼亚 土耳其 第五名台湾 第五名台湾 对 那香港不是比台湾贵吗 OK OK 所以这数字上面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又要讲什么 其他的地方 我们讲说台湾什么 投报率只有1.57 全世界最低 错 那是台湾的台北市 中国是大概只有3点多% 台湾才1.57 怎么可能台北市去跟中国 一个国家去比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南部一间600万不到的套庭储 可能一个月要租1万6 那投报率是3%多 那其实你怎么不拿南部去讲 对 大家都一直在凸显台北市房价的问题 对 我还看过一則新闻 比如说我现在小福奇我们两个人 我只能买个600坪的房子 我只有这个预算 网络上就说你知道 600万 你知道你的600万 在世界上 你可以买到其他什么样的房子吗 给你一个 美国的大豪宅 一个哪边的 一个游泳池有什么 看到你 梦幻 这个比这个没有意义 你去印度的话 可以买多少 对不对 你要去哪里 那个要去看非洲 对不对 你就大象开始跑 跑一分钟 这都是你的地 对不对 OK 我要举一个什么例子 我觉得台湾一直 一直在一个状况上尴尬 我举一个最新的状况是 英国有做一个调查 伦敦 你刚刚问伦敦 全世界1000个富豪 有104个在英国有制裁 有72个住在伦敦 你知道这104个富豪 总身价多少 15兆台币 OK 我们台湾是 你欢不欢迎这富豪来台湾买 欢迎 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其实应该是好事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但是大家会想说 这富豪来 又把我们房子炒高了 对不对 我要吃点败荡 我都吃不去 OK 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 你是怕人家来 还是怕人家不来 对 对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讲信仪化区 不是有个转转转的房子吗 对不对 不是讲一平多少万 其实那个老板 我们讲大家都很熟 那沈先生他其实想法就是说 我一户都不卖给台湾人 我要全世界最好的富豪来 那不要想一平是400万还是800万 我们先讲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全世界富豪 比尔盖茲 好不好 来台湾留一间 你是欢迎还是不欢迎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你担不担心这房子会炒 比尔盖茲 我们差不多是 好啦 欢迎啦 对 那你不担 但是他来买了 他一定买最好的房子 他一定买最好的房子 你担不担心他会 你担不担心他会炒高你的房价 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了 如果台湾现在都没有全球富豪来 你就自己来这边打麻将 就四个人吗 就搞来搞去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话讲回来 你不要管全世界 那就是你若是看得开 那你就回宜兰去住民宿 对不对 你回南部 有的是好的环境 如果你要生活在台北 那还是就看台北 不用看什么世界排名地几 有多贵 那问杰明那怎么买 对 其实我们在讲的房地产 你这边有很多故事 那数字会说话 对不对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奢侈税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实价登陆之后 政府以为这两件事情 可以让台湾的房地产跌 就事实不然 你可以看到这是 就是2011年6月份 就是奢侈税 当时的状况 台北市平均均价是54万 这是指中古屋 经过这么多打房 降低你的陈述 捧外来说人烟皆可杀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看看 到现在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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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对 平均每一年涨7.7 这还是小咖的 我们来看一下桃园好不好 也是这个桃园要给他限制 对不起 一平10万涨到16万平均 那涨幅每一年17% 对不对 所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 全世界的房地产都在涨 不是只有台湾 前几天在香港 所以不是只有台湾不公主义 不是 是全世界 而且很可笑的事情 非常可笑的事情 我们央行在打房对不对 美国 美国的央行叫什么 联邦准利 他鼓励你买房子 你不买是不是 我把长期率压低让你买 他最近不是做一个扭转操作吗 把长期的利率往下低 短期率往上拉高 让买房子 未来30年都有相对低的利息 他鼓励你买房 所以美国有什么 新屋成交 成屋成交 新屋开工 西湖这个牌照领牌照 一堆指标 来证明美国经济是好的 结果我们央行说 这个不要 那个不要 什么鬼啊 但是当然重点是因为 美国财政部对于税收这部分 他抓得很紧 所以美国联准局 当然就尽量的 鼓励大家买房子 这么鼓励下 美国也只有60%人 自己有房子 所以可以这件事情 养房子这件事情 可以再带动火车头周围的生意 好 所以回来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拿台北做指标 这是真的不对的 你去看这个台北市平均 可以在台北买房子年纪是几岁 现在已经到45岁了 就是四 对啊 讲起来杰明 你也算是南部人 对啊 我也是 到了45岁的时候 才爬那样爬 爬进台北买个小窝居 你话讲回来说 你为什么非要在台北 一定要买这么贵的房子呢 因为当然说真的 这是每个人 他自己的财富的规划 那因为正好我儿子在台北念书 那以其租房子干脆就在台北买房子 我还晚买了 我要找你买就好 所以我其实卸奢侈 所以是让我买到合理的房子 那我跟观众朋友讲一件事 买房子就是一句话 就是看 就是大量的看 我必须认同乙方老师说的 因为有一次我去看房子 因为我是那时候在台北找房子 真的没有看个十栋二十栋 那不叫看房子 叫看几十栋 然后去去去之后 有一天那个仲介 因为我跟很多仲介都熟 那个王太太 王小姐 来来来 因为买房子都太太出面了 然后她说来来 这边有一栋房子 结果搞了半天 在国宅 国宅 而且是中山区的国宅 然后一平卖多少 49.5万 怎么有这个价钱 好可能 怎么有这个价钱 为什么 对 为什么 因为老爸过世了 四个小孩争产 所以这房子赶快卖了 然后又是十岁前 赶快卖了四个小孩分一分 49.5万 你知道现在那间房子 卖多少少了吗 那房子现在80万 哇塞 所以 真的你买了吗 没有 这个重点不是我买 这个就佛悦不可说不可说话 好 重点事情是要多看 那我那时候 所以他这个就是 你不管你上手上有没有钱 你要不要买你就多看 而且你跟仲介每天拉迪赛 就是拉咧拉咧 这一次你知道远雄事件完之后 仲介可怜真的可怜 就是人家说门口罗雀 至少还有罗雀 还有马雀飞进来 现在是罗雀在什么地方 都不知道了 真的 很可怜 那你知道这些人要养家活口 我真的拜托政府 全世界的房子都在涨 你要嘛 你就想办法在税收部分 直接就是一次性的税收 赶快把这事情搞定 你千万不要再假打房了 中国现在打房吗 真的打了 房价真的跌了 中国经济出问题了 银行股一句跌跌跌跌 那天不是讲打房吗 银行股也跌了 那买银行的人不是眼泪流出来了 买银建股的人 不要再打房了 是要让房价合理磕睡 不要再想打房这两个事 不是讲的现在是这个买方市场 所以趁现在对不对 到处去看房子 先多看一点 好房子 烂房子 多看一点 多看一点经验对不对 是 没错 我们这边问一下移方 你看我的经验中 什么样的房子看起来不错 但是却隐藏杀鸡千万不能买 那个房子 我记得我以前刚开始 那个房子刚开始推的时候 一瓶才40万 现在可能推到100万 在内服那个建案 可是那个房子的话 如果问我要不要买 我绝对不会买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房子 是有点诡异 因为进去是个寒气 进去是寒气 是寒气 夏天我们现在 全新的 我们现在这么热 然后进去它也是很凉 那很省空调 是 因为你知道吗 那很适合我属蛇的人去做 对 或许啦 因为我们知道内湖 早期是很多忘了保 可是后来都迁掉了 所以那个房子的话 我只觉得因为在山坡 我是觉得有点诡异 但是内湖房子要注意 因为内湖有很多顺向坡 所以买房子要特别考虑 有没有顺向坡的问题 其实房子再好 顺向坡 你还是要考虑下下 不晓得下个会怎么样 而且它的地 它没根据搞清楚 有些是一半的公有地 那一半有些是合川用地 但是盖房子还是有房屋纠纷 所以内湖蛮多这种地雷的房子 因为很多地方都有 特别去一下 它的概念是什么 就像说你今天去住 那个什么五星级饭店的 种种盗房 每天花一万块 那一年花365万 然后住了十年 门口给你一个毛巾 牙刷 带走VIP 感谢 然后就棒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看的房子 永远都是看得上的买不起 对不对 然后 买得起的看不上 买得起的看不上 那大家觉得那是怎么办 一流的品味 二流的收入 真的 说得太好了 三流的老公 说得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 说得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将就 我觉得至于说那种 你千万不要为了买得起而买 我觉得有一个太多问题 是吗 但是说起来 大家都干扰人 所以我在山坡地上 这间小小 我们大家可以安身地 先买再说 以后再来卖 再来换 可是那是不好卖的 好卖的房子永远是好卖 不好卖的房子永远是不好卖 完全正确 所以我们是要先 一直倾 一直倾 倾到每一个 买你上去睡觉 没有人规定你几岁 一定要买到房子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真的只是为了居住问题 小孩子念书 租一间房子 一样是OK 没有人规定说 你一定要房屋产权 才能念那个学校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是真的为了要 租一间好房子 我觉得不见得急得出手 等你能力再说 你不要做巫奴 我们要做巫主 不要做巫奴 巫奴什么概念 用瓶的 巫主什么概念 用住的 这感觉是有差的 对不对 你说今天真的 如果说两个夫妻加起来 每个月就是八万五千二 就这么多 房贷要吃掉七万八 我就卸了吧 干嘛 这孩子怎么要不要养啊 真的 你不是说台湾买房子 这要不吃不喝 那孩子怎么长大的 内湖买房子 其实真的 就是不管内湖 包括文山居 有山的地方 你看顺向坡 逆向坡 其实肉眼是看得出来的 而且 但是重点是 如果你要看的时候 你最好看的话 它现在正在盖 你还看得到 因为起后的时候 你就看不见了 对不对 怎么看 很简单 所谓的顺向坡 逆向坡 它概念是这样 就是说 今天那个地盘 地盘 地盘是这样平的 如果说今天你的房子 是盖在这样上面 你会看得到那个 地层都是一层一层的 所以你看如果是这样子 这样子一层一层的 恭喜你中奖 顺向坡 对 放在这边 如果滑下来的 但如果房子 你看到那个地层 是这样子排列的 盖在上面 这就安了 这叫逆向坡 因为等于你像 你一本书一本书这样 跌跌跌跌跌很多层 然后你放在盖上面 那是最稳的嘛 最稳 所以这个其实肉眼都看得出来 妈妈你知道吗 你在切豬肉的时候 那个猪肉或牛排有 那个顺纹跟逆纹 对 顺纹就是顺向坡 逆纹就是逆向坡 对不对 这样就对了 来… 当然我们从这个星座 也可以来了解 什么样星盘特色的人 他有非常好的房产运 天生的 好 这个跟你的赚钱能力 存钱能力 理财能力都无关 有的人他就是天生房产运 特别的好 我们来看最新 真的 有那个先生没有很会赚 但是老婆很会买房子 或是他一下子 就可以捡便宜的那种 首先太阳上升风向的 双子座天平水平座 正属于简单投资不贪心 就风向的人最讨厌就是怕麻烦 所以他并不会看很多资料 烦自己 或是说一直比较或是犹豫不决 他一般来讲都买自己娘家附近 或自己喜欢的附近 或自己从小到大的附近 他有一些很简单 但是却百发百中的一些投资方法 然后他也不会去比较说 三间银行 五间银行 他没有 他完全是看亲戚朋友的儿子 在哪间银行上班 他就去贷款 所以这种最简单的方法 有的时候往往的 他会意外得到很好的房子 还反而不容易被诈骗 或是一些不好的房子所欺骗 所以这是不错的 那土相也很好 摩羯金牛处女座 这种就是认真谨慎 收集资料型 就买个手机都会拿十本行入 那看房子更是很夸张 他完全不会慌乱 不管新闻怎么报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不管媒体怎么讲 他有自己的想法 看到不喜欢的新闻就转台 看到房贷利率 他觉得跟我无关 我只要付得出 我这个月的房贷利率就好 所以他这种认真谨慎的态度 也可以挑到他心目中的好房子 而且这种处女座的人去看房子 他全身都是齿 还有罗盘 对 还带乌龟 对 你没有带什么 什么文公尺那些都没有关系 他随时就是腿一打开 他就可以开始量线场 什么手一举起来就开始量线场 我老婆都这样 因为他从来都不会去听 去听那些寿物人用过去帮送脚 我太太是故意做的 真的脚一伸就知道多少 然后腿一弄就知道这个地方怎样 你千万不要唬他说 我们这个房子的东西 当场一讲马上就撤 还连墙壁的距离都算得一清二楚 不能忽悠他 非常谨慎 记得把你儿子很小的抱去放屋里面 看会坑还是会笑 还是自己讲话 好恐怖 所以土相的朋友这种精神是很好的 他看合约各方面也会非常谨慎 再来月亮金牛或是月亮摩羯或月亮巨蟹的观众朋友 对他来讲人生第一件事就是买房子 所以他通常很年轻就看房子 有的人人生第一件事是环游世界 那有的人是想要买新手机 有的人是想要跑车或结婚 但对这三个星座来讲 第一件事就是买房 他就是在我们念书玩的时候 然后就先有小套房的那一种人 有些人看的文章都是钱够用就好 对 我们出租比买屋自在 就是有的人在买网路小说 罗曼史的时候 这三个买的是如何存到第一桶金 跟如何买到好房子 跟什么居家装潢99招这种书 所以他们非常在意 所以从年轻时就打下很好的基础 那金星狮子跟金星天明跟金星处女 在居住装潢上是特别有品位 他们就是会花小钱 把这个家弄得好像是豪宅一样 当然转卖的时候就有一点加分的作用 尤其这三个他们会演示英雄 他最会看到一种 大家觉得还好的房子 但是他在看的时候 他已经想到他用什么壁子 用什么画 用什么样的灯光 把这边可能改造成很好的咖啡厅 或是改造成他自己喜欢的场所 所以设计品位上 这三个是独具一格 那如果你的火星在狮子火星牡羊 火星水平 恭喜你 这是人脉最强的 而且它是属于谁本买呢